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到年底了嘛 结果呢 好巧不巧 就在前两天 我也变身了小洋人 所以说呢 也是刚刚恢复 有可能呢 在这期视频里面 我这个思维逻辑比较混乱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那么呢 本期视频 首先我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2022年我最喜欢的135相机 那相信你已经猜到了 这台我最喜欢的135相机 就是青岛六星相机 那其实呢 还是有很多话想和大家聊 因为之前那期节目呢 可能时间有限 有些东西呢 我也没谈到 这个机器呢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突破了我的想象 而且它这么低廉的价格 又有这么好的素质 并且呢 我也知道 有很多小伙伴 因为那期节目都去购买了这样一台相机 好多小伙伴呢 都在跟我分享着 他50块钱啊 淘到了这个青岛六星的喜悦 我觉得呢 可能市场上这台相机真的是不太容易被炒起来的相机 因为其实大量的这个相机它并不是在那些相机贩子的手里 其实都是些那些旧货市场啊 有好的这种老板 他们会很容易收到青岛六星照相机 他们呢 会把它们收到这些青岛六星相机进行销售 所以呢 你们简陋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并且孤交相机其实都是那种被人们所忽略的忽视的机器 因为很多人都受不了它的这种对焦方式 当然呢 青岛六星还有这么几个小的点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一点呢 如果说是崭新的青岛六星相机 其实它的过篇这个小手柄应该是带阻尼的 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 一下就弹回来 我呢 之前有一台有 我当时录了点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会发现在我过篇的时候 其实那个阻尼感是非常细腻的 当我把这个过篇手柄松开的时候 非常细腻的一个回弹 我真的觉得这些设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点是想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相机打开后盖之后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吧 然后你们会看到我的这个地方呢 现在已经坏掉了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当我按回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小卡子卡住它 这个时候你千万千万不能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手签去戳它 逢戳必断 这东西 一戳就碎 然后碎了之后呢 你就只能像我一样 在你放上胶卷之后呢 撕块一块这个胶布 给它这样贴上 贴上之后呢 相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是呢 非常的难看 你自己心里面呢 也会非常的不爽 那还有一点呢 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 这台相机我在使用电影卷的时候 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 我个人建议呢 这台机器最好不要使用电影卷 因为这台相机的说明书里面它也有写过 如果说它的片机厚度稍厚的话 可能会对它的过片造成一定的阻力 有可能会损伤它的机械结构 那我有一卷电影卷呢 就是拍摄了十几张之后 怎么过片都过不动了 都卷不动了 就导致我就只能把那个片子先收回去 收回去之后呢 我就换了另外一台青岛6 去进行拍摄 结果底片在往回卷的时候 我是要过去我之前拍过的那些底片嘛 可能也是因为操作不当 就导致了一个独充曝光 所以说你们在之前节目当中看到的那个独充曝光 并不是我有意为之 而是因为后期的操作不当导致它跌片了 就非常的可惜 其实 那今年呢真的是对这个青岛6爱不释手 当然还有一点特别特别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它的设计 也让我呢对艾克发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这个艾克发Optima系列这个标志性的大红牛 听上去好像土土的名字 但是呢 设计上又特别的现代 真的是 我就产生浓厚的兴趣 那之前呢 朋友这个新老师 莫尼兴趣的新老师 他有一台这个1535 当时就觉得 哇 这机器真好看啊 但是呢一直都没有遇到过 发现这个机器是非常非常的少 结果在两个月前 然后我的朋友这鱼兮就说 他看到有人在出这么一台机器 于是呢就把这台机器给拿下了 就是这样一台 大红牛 依旧是大红牛 但是你会看到说 哇 这个机器好小巧啊 真的是 他呢其实从长度上 宽度上来说的话 跟青岛6做一个小小的对比啊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大差不差 但青岛6呢就多了一个电池盒的部分 然后呢 青岛6呢 从高度上又多了一个闪光灯 他把这两个东西都打掉之后 就变得贼小巧 就这么大一个小小的机器 其实内部的结构系统都是一样的 可能电池系统他用的是这个625的小电池 就不再是这个5号电池了 真的是漂亮 当时看了之后真的是 绝了把这个机器做的 这么小 当然它其实要说小 你放口袋里还有点困难 因为它很厚 其实厚度还是有的 但是这机器最牛逼的一点 就是它带黄斑 你可以看到 这开了一个小圆洞 对吧 它是带黄斑的 但是它的黄斑呢 你也会感觉到 它这个机线就非常非常的短 它也不像什么M3啊 或者更夸张 那个context1是不是 那个黄斑机线 跑到这机器的两头 它就在这中间这一点点 所以说它黄斑其实对焦是很费劲的 还是有点 并且呢 它的这个对焦轮的手感呢 也变了 就是一个滑动的塑料 这种塑料和塑料之间的连接呢 就不是那么的顺畅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阻尼感 用起来其实还是挺难受的 但是呢 它的镜头又是一个叫solitar s 它好像是四片四组 并且用了这个多层镀膜 理论上呢 是要比这个普通的solitar是要好不少的 但是呢 我后来拍了它 其实感觉插边的也不是特别大 但奈何就是它颜值太高了 太好看了 内部呢 也是这样的结构 然后配上一个大红钮 又这么小巧 然后最神的是呢 这个我就问新老师借了 当新老师淘这台机器的时候 它是配了一个闪光灯的 那闪光灯长什么样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闪光灯呢就长这个样子 是不是非常的夸张呢 但这闪光灯呀 也是贼牛 我就发现它这个设计 你看它前面现在是加了一个 类似乳白照一样的一个东西 可以把光给打散了 但是其实我可以这样 它就给撤掉了 你看到吗 并且呢 这个机器你要是想调整这灯头 它也不像那种闪光灯 还卡卡卡卡调 它在这后边 它有一个小波轮 我这么一转 看好了 一转 就打到头了 这样呢 就转下来 前面呢 还分成几个档 然后呢 这个闪光输出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应该是很亮的 你们可以试一下 我试一下能不能收到这个音啊 就是收到这个 闪光灯打开的时候 那个电流的声音 我说实话 就感觉跟我跟耳鸣了一样 然后我看后面那参数 如果说最强输出的话 你再配合一个 就算100度卷吧 100度卷 然后它要输出很高的话 这个输出可以打到10米外的时候 10米 刚好在10米的时候 感光度100 你光圈还要收到4才可以 你要是用到感光度400的话 然后你要是站在10米开外 哇塞 然后你这10米开外 你还用到光圈8 才能获得一个正常的曝光 就是这么夸张 回完电之后 你看这红灯亮了 然后我打到跳闪吧 试一下 哇塞 绝了 就感觉这灯都带后座力一样 咚的一下 真的非常非常的夸张 我等到再回个电 对着你们要不 等到我还是跳到这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好 我关掉了 太吵了这个灯 那很显然这个巨大的闪光灯 绝对不是这个相机的最优解 虽然这X8的灯 设计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但实在是太夸张了 那什么灯才是最适合1535的呢 那我也是有幸在闲鱼上淘到了 就是它的原配小闪光 叫做Optima Lux 你们看 这样是不是就可爱的多了呢 那这个灯呢 才是最适配于1535的一个闪光灯 那么这小灯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闪光输出并没有多么的强 但是又有谁能抵抗得了这样的造型呢 并且呢 这小灯其实操作非常简便 它只在后面呢 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图表 那假设我在用感光度100的时候 我其实就调到F4就行了 那1535呢 它并没有什么特别自动的这个调节 这个光圈的功能 那你就需要手动调 在这我把光圈调到4 然后呢 它会根据距离 自动去给你一个闪光输出 就十分的方便 那假设我现在遮住这个小的原件 那它就认为离物体比较近 看 它的闪光输出就变得非常弱 那我如果离得远 那它就强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原理 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其实我们去看这两台机器的话 一台是这个 青岛6 也就是我可以暂且说是 Optima Sensor Electronic Flash 和这个机器 其实 这台机器出的更晚 它是1981年的时候设计出来的 就是这个Optima的版本 那么它呢 其实是1979年的作品 那它的造型呢 再往前推的话 1035 那个其实是在1977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所以这个其实反而是更先进的一代 因为它集成了闪光灯 然后整个的操作 各个方面的逻辑 闪光的逻辑 都是有一个靠电子去控制 确实是更先进一点 并且它的电池也更好搞一点 就不像这个 非常的复杂 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两台相机 那么都是艾克发所推出的 那这两台相机拿在手里的时候 我只能说我都非常的喜欢 真的是对这种设计 我难以抗拒 中边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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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本来那一期节目里面 我是借的年华的机器 做了这么一档节目 但是之后还是说 对这个机器有点念念不忘 后来有幸在咸味上看到一台 价格非常不错的 当时卖家就说 镜头什么都好 可能外面橙色稍微烂一点 他说这个机器可能有点小问题 就是晃的时候 你们会听到这种 非常松散的声音 他就认为可能是机器还是有点毛病了 所以当时价格是不到4000块钱 3900多 我当时觉得这个价格是有点好 我当时说赌一把买回来试试 就回来发现其实它没问题 因为这个机器 它这种构造 后面放卷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这么松散的 它肯定会晃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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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也算是捡了个漏 但是机器还是有点问题的 就是当时机器刚买回来的时候 我打开你会发现 我听不到那个咔哒一声 这机器应该原来也是摔过 所以说呢 在打开之后 这个前组是有点松散 它会晃 这个盖也会有点晃 但是在后期拍摄的时候会发现它的光轴还好 没有说受到太大的影响 就是用的时候还是得小心一点 感觉就是比较松散 然后刚拿回来的时候呢 当时试快门 从这个闭门一路试说 哎呀都很好都很好都很准 试到这四百分之一的时候 然后啪就卡住了 直接那个片张开之后 怎么弹也弹不回去 我的天最后就感觉操作来回来 可能得四五十下之后 然后那个快门才恢复正常 但自打恢复正常之后 这台机器就告别了四百分之一 我再也没有把这个快门速度调到过四百分之一 最高就是两百分之一 因为它也是个老板的那快门嘛 所以说这台机器就锁死了 最高快门速度就是两百分之一 但因为这机器其实拍的话 平时用高速快门的概率也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说对我来说其实没所谓 那还有一点呢 是我在使用这台相机的时候 我所总结的一点 就是由于它的这种开机的方式 皮箱一下撑出来 然后它里面空气环境会产生一个变化 可能空气这么一个抽拉之后 它就会导致后面的胶平面不平 所以我在后来使用这台相机的时候 我都是打开之后我再过片 那么过片的一个操作 就会把底片给它拉平 给拉直 拉平之后到了我的该拍的那一张了 我再拍拍摄之后我不过片 我直接收机器 在下一次拍摄之前我再过片 这样会让它的胶平面始终保持一个平整 这样的话胶点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然后用这个机器也是之后拍了不少的照片 其实6×9拍的话就8张 所以拍的时候还是要仔细一点 但是它的画质我真的要说真是太棒了 真的太让我感到惊喜了 非常非常不错的一台机器 然后也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加了一个 当然这是一个铜顶的一个小热血盖 说到这就要多提一嘴 只要本期视频留言 我会抽幸运观众送给他一个铜的热血盖 当个小装饰品 一个小礼物 那么言归正传 我们再说说这个 这个是我在闲鱼上找的影射频道 然后它做3D打印的趋光录这个件 我就是根据我的近视度数 我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在以后拍摄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戴眼镜了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怼的这上面看 就会清晰非常的多 对于我构图来说的话就方便多了 因为之前戴眼镜的话真的是 你要狠狠的贴住这个取景器 才能看到这个取景框是多少 然后对焦怎么样 然后我的眼镜现在也是滑的是乱七八糟的 也就是对近视来说真的不太友好 但自从加这个东西之后的话 对焦率就提高了 还是很好用的一个小附件 当然了之前我还给那个M3 赖卡M3我也配了一个 我真觉得这个附件非常好 但是结果M3的那种固定方式 它是3D打印的 结果就前两天 也不是前两天 几周前 当时在战桥拍摄的时候 就掉到海里去了 我找不到了 所以说弗伦达这种固定方式就很稳妥 根本就不会掉 你也不用考虑它掉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附件对于这台机器来说的话 还是蛮好的 这就是BESA 2 也让我们看一下 我之后用BESA 2都拍摄到了怎样的画面 然后群体里面 再用BESA 3D打印的画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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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精致了 这么小的一台机器 然后严丝合缝 真的是可以当口袋机来用 这样放到口袋里面 虽然它还是有点分量的 那这台相机呢 它使用了一支我最喜欢的这个奥创镜头 这么好的一颗镜头 放到了这么小的一个机器里面 集成度又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呢 它的这个设计又和这个至尊几乎是一样的 当然了至尊并不是什么多好的设计 一样 这个机器也是对焦的时候是这样的 是整组的去对焦 然后你要转这个轮 这样 然后呢 在这儿是快门去拍摄 这是过片 最神的一点呢 它过片和拍摄 这两个机构是独立开的 所以说你过完了片 你还要上弦 然后你拍摄 拍摄过后呢 你要再过片 再上弦 然后再拍摄 所以说经常就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 哇 特别紧张 赶紧过片 然后拍 发现 哦 完了 在这个 就来不及了 你想抓拍 这个不太可能 这是一个135其实做的跟个中画幅一样 操作还是有点繁琐的 但是呢 它的镜头又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的这台相机呢 其实它是有一点点轻霧的 很轻微 但是的确会对画面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 啊 这机器怎么这样子 但是后来呢 那个片子是越看越喜欢 当时我就觉得说 但凡它没有这个霧 它也拍不出这个样子 氛围感都拉满了 所以这台机器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虽然它有物 但是我倒是觉得也无所谓 而且毕竟是弗伦达嘛 是不是 在我心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加成 所以用这台相机也拍摄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画面 那就让大家看一下 用这台V2-3都拍摄出了怎样的画面吧 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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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